大家好 为什么饭店的杏鲍菇那么好吃呢?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今天我就分享给大家好吃的杏鲍菇详细的做法 首先我们准备四个正经的杏鲍菇 用水洗净之后切成厚厚的薄片 不用切的太薄 切的厚一点口感会更好 切好之后,用手把杏鲍菇撕成长条 手撕的比刀切的更加好吃 更加有灵魂 全部处理好后,放到大一点的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杏鲍菇菜 把根部切取杏鲍菇 再改刀切成长长的小段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洗干净的线胶三根,切成圆圈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先切姜片 再准备一小块生姜 先切姜片 再切成姜丝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三块钱的五花肉,切成薄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开火把锅烧热 锅中多放点油 油温烧至七成热 放入一块杏鲍菇 迅速能够密集的起小炮 并且马上漂浮起来 说明油温已经够了 然后慢慢下入杏鲍菇 杏鲍菇里面的水分比较大 慢慢下入锅中 防止锅中的油溢出来 开大火炸二十秒左右 用筷子翻动着炸 让杏鲍菇受热均匀 炸至杏鲍菇微微发火 变软就可以了 出锅前倒入切好的芹菜炸一下 然后把芹菜和杏鲍菇捞出来 控油备用 锅中留少许底油 倒入切好的五花肉 小火把五花肉炒香 炒出油脂 炒至微微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切好的料头倒进来 继续用小火炒出香味 炒香之后 从锅边倒入一勺料酒 然后继续大火翻炒几下 再加入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 炒出酱香味 炒香之后 再把杏鲍菇和芹菜倒进来 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一小勺盐 一勺白糖提鲜 综合一下咸味 然后开大火 快速翻炒均匀 大概炒一分钟左右 炒开锅里的调料 炒好之后 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哇好香啊 香喷喷的手撕杏鲍菇就做好了 这样做的杏鲍菇非常的入味 开胃就下饭 虽然是油炸的 但是一点也不稀有 口感有一点微辣 搭配上芹菜 淡淡的清香 感觉比红烧肉还要好吃 杏鲍菇的营养丰富 多吃还能促进消化 而且脂肪含量很低 多吃了也不会发胖 如果你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